無論投資了很久的朋友 或者剛剛接觸投資的朋友 你會覺得這個投資市場 是有很古怪的東西 到今時今日還有很多東西 根本不應該存在 為何有些方則規矩和潛規矩還會在 今天和大家講 投資市場裏面 十大最古怪的東西 我們這個 list 就會由最不貼身 到最貼身的倒數 大家希望看到最後 第十 環球的股市不同國家 它升跌的顏色都不同 你知道香港、美國是綠色升 紅色跌 大陸是紅色升 綠色跌 不止 你知道日本、韓國 升都是用紅色的 還有些國家 譬如韓國和越南 它另一個顏色一出來 藍色是跌 當然隨著時間改變 有些國家已經跟回只有綠和紅 但一開始來說 是沒有一個統一 原來是這麼有趣的 第九 第九就是 到今時今日 原來我們去電子世界 去投資外匯 好像很方便 原來到今時今日 有些國家 根本沒有這件事 不可以買外匯 其中的國家 馬來西亞和大陸 基本上都沒有任何外匯牌照 原來任何電子和對沖的東西 都是對國民嚴重傷害 不想做教育 所以今時今日 他如果投資外匯 會在真金白銀 去買貨幣回來 但衍生了另一個問題 市場是會聰明的 他就衍生另一些平台出來 讓大家去選擇 當然一個平台就是一些新榮的平台 雲上的平台 所以有辣又不辣 但是這麼搞笑的 到今時 一百年後都沒有人批過牌照 第八 第二八 就是原來天氣都可以打到 在投資市場都是買天氣的 你可以買明天是陰晴 後日是多雨 下年的降雨量比今年增長多少 都可以猜 因為很多基金或是ETF 會做一些打香旗號 會做一些很特別的主題 引你去買 引你去光顧 例如天氣的話 他做了基金 令天氣一動的時候 有甚麼會影響 例如下雨的時候 一些農作物會失收 颱風的時候 可能產的價格會上升 等等 還有很多的 譬如政權倒台 譬如墨西哥政權倒台 有甚麼可以買 譬如一些世紀的疫症 出來的時候 有甚麼基金或是股票會升 還有宗教 和不同宗教的基金 都可以買 可能你不知道 第七 你知不知道 如果買股票的話 譬如你在證券行買的排隊 和銀行排隊 是有不同的 可以說清楚甚麼排隊 排隊的時候 代表你去買一隻股票時 有BITASMENT 你去問那隻股票 買不可以買 多少價錢買的時候 原來這些國家的系統就是 你在銀行買的股票 和證券行排隊是不同的 即是你如果 譬如一般情況是沒有影響的 但譬如你抽新股的時候 你在證券行買的時候 你那個抽新股是用你自己個人名義去抽 抽到的時候 你就會在交易所或公佈網站 去見到你的名字 而且媒體說你抽中的中簽率 是會和你中簽率差不多 但是在銀行就不同了 你的交易所未必見到你的名字 還有跟那個中簽率是有不同的 有出入 那我想問一下 那銀行用自己的名義 或者是一個公圈去抽新股的話 它怎麼可以按用甚麼系統去肯定 你抽新股的中簽率 是公平公開公正呢 那這個呢 原來到今天都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去理的 第六 那第六名呢 可能你不知道 知不知道 很多人以為派息是落自己的 那公司派息 當然它就會有真的有錢落自己的 那給我講清楚 大家誤會是甚麼 原來很多初後投資者 甚至有經驗投資者 都以為股票派息真的落了自己的袋 然後是雙倍 多了給你的 其實甚麼意思呢 基本上真正情況發生的就是 一隻公司如果5元 派5毛息息的話 他給了5毛息 沒錯下了這些袋子 但是大家以為股價還要5元 那你真是多了5毛錢落袋 不是 因為會有隨情隨息的 那當5元的股票 給了5毛錢的息 他就會除息 就會剩下4.5元 那事實來講 你整體的身家是一模一樣 那即是 你有沒有聽錯了 就是股息落了袋子 在股價扣回 那即是沒事發生了 是呀沒事發生的 那你純粹是實際上在圖表撕了錢 下了袋子 待了先 但你圖表上到時沽的時候 又少了錢 大家未必知道 第五 宋紅股 那宋紅股的現象是很古怪的 澄清一下 多數在東面國家 華人市場 或者中國香港 是較多宋紅股 這東西發生的 那宋紅股是什麼呢 其實宋紅股 我說完之後你會覺得很白癡 宋紅股就是 譬如你有1萬元 他的股份 他說一送一 可能年底 派完息就送了股票給你 好像很便宜 中國人就是 你多人不怪 一送一即是 你有1萬股嗎 我送多1萬給你 年底下過年下 大家開心 做8年課 你有1萬股 我送1萬股 你有2萬股 但是這樣 如果他送多1萬股 他整體全部發行的股票 他都會攤開一半 就是要印銀子 所有股價 其實都會跌一半 即是到頭來 你是沒有多了任何1元 你多了股數 但1元也沒有多了 還要你看 當你收到1萬元 1萬股的時候 你有1萬股的時候 收另外1萬股 中間是有時間分別的 但是當最新1萬股出現之前 他的價格就跌了 跌了一半等你 即是 就算在中間 你不想再持有任何股票的話 你可否將你未收到的股票 要賣出來不行 即是要白白地等到他送紅股 才可以全設賣 那你說是真的送東西給你 還是中間有陰謀 等你放著股票 第四 今時今日 上市公司 還可以當 股票市場是按錢機的 然後沒有人去理 那我先說一下什麼情況 任何的上市公司 當他公司是有困難的時候 其實什麼時候都可以 大部分時間 都可以直接去做一個公股 或者集資行動 在市場上 那證明意思呢 你譬如拿著1萬元的 每手1萬元的股票 等值 他突然間 說一供10 那你突然間要多賣10萬元出來 或者多賣5萬元出來 那他有個價錢 說現在正了 你有1萬元的股票 為了報酬理 我們公司有好發線 我印多9萬 股出來 就是每股呢 1元而已 很划算吧 那你供吧 每股1元 即你拿9萬元出來 1萬元拿9萬元 那你說 那也不錯 那你還算了 因為什麼意思呢 第一 公司集資是用來做什麼 可能是主席來買靚車 買名車 或者集完資出來 出 bonus 給自己 行不行 或者純粹自己用 都沒問題 買些資產給自己用 都可以的 那你可不可以集呢 不行的 如果你看回我之前 財技的一些教學 你會知道 如果你不去 給他集資 你不去拿那些金額出來 你會變相 可能股價會跌九成 或者跌 即是跌剩十分之一的話 基本上 你如果 可以認購一些新的股票 你才可以保留 你的價格在差不多位置 所以 基本上 老闆是會繼續 做這個投資 按錢機的 那你說 一些公司 如果做過這個行為 去集資的話 其實這麼簡單 這麼好 如果你是上市公司 你也會這樣做 那為什麼 證監 或者一些監管局 活比呢 因為 他們所謂 譬如新加坡 香港 馬來西亞 他們說 我們是金融的集中地 一定要讓任何人 做任何事都可以 那就是大件事 因為 這個任何的舉動 只會有利上市公司的 一些老闆 去令到他意圖不適的底下 不清楚的底下 可以集到散戶和一般投資的錢 而不知是在做什麼 然後最後無受消失 最後到這個制度 到今時今日都沒有人檢討 所以今時今日 為什麼香港是一個叫啤殼工場 連大陸的人都很山巡水遠 都要走過萬里巡城 都要來香港啤殼呢 因為香港啤殼 真是完全暢通無阻 第三 如果說到印股票 就一定說到認股證 所謂的牛熊證 或者Wallon 這些公司其實很搞笑 一些這樣的機構 它自己手持一些相關的股票的資產 可能有些省戶不夠錢 入市買那隻股票 它就說 我現在買了一些資產 我印一些衍生的票據 或者一些股票 給你去用 這樣就叫做認股證 譬如我買了一手的ABC股票 我就變成了一萬股出來 讓你享用 你就可以買一萬分之一 這樣就簡單 好像刀仔巨大樹 我還要益你的槓桿 即是你買的時候 還可能你買一萬分之一的東西 但你可以槓桿二百倍 即是刀仔巨大樹 這個情況為什麼有問題 原先都沒有 直到監管機構 告訴他 基本上你一定做一些新的工具 好像ETF一樣 你一定要維持市場的流通量 即是有人突然間何時買的時候 你都要有貨給人買 所以可以讓他無限發認股證 就讓你在B&R上鎖住一個位置 你要監控負責價格 但一負責價格的時候 你想也想到 發行人和用這個制度可否有衝突 譬如騰訊升10%的時候 我有一個騰訊認股證 買一個跌的 騰訊升10%的時候 應該是虧錢的 騰訊跌的時候你應該賺錢 它是倒轉走的 譬如騰訊跌的時候你賺錢 它是倒跌 或者它升的時候 可以跟不跟 基本上是任由它有盡的衝突 可以任由它拿一個時間 去設定一個正確的價格 然後它後面的貨品慢慢走就行 或者是删掉給你就可以 或者是賺你的勇就行 有很多方法去做 對今時今日仍然有這些產品存在 今時今日的市場 還有很多的ETF或期貨都可以做到 但因為門檻可能高一點 還有這樣的產品 今天來到這季的現象 還會在你身邊出現 第二 你一定不知道 你用別人的e-banking 或者用你媽媽的e-banking 上網幫你買股票 有機會坐牢 各個國家的制度不同 但大部分都是會有監管 有規則、有指引 或者甚至有些國家 會令你坐牢 或者罰款 所以這個情況是甚麼 可能你會說 我又不是用我朋友的e-banking e-banking就是你的鎖 可以上網去買東西 過數、買外匯、買股票 但如果你說用我老公、老婆 用我媽的e-banking 上網去做投資 或者幫她買股票 因為她沒有空去買菜 你死了 基本上有機會 你會接受到一個監禁 甚至是罰款 高則可以監禁10年都可以 因為實質上 總之在這個投資世界裏面 你去管理別人 一個總之不是你自己身份的資產 你就是涉及一些牌照的活動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這樣做 你已經犯了規 你可能都不知道 好,那我講第10之前 希望新加入的朋友 希望可以來到YouTube頻道 可以訂閱我們 可以去我們Facebook的專頁 去按一按讚 或者下載了我們C0的app 基本上所有的東西 都在app裡面 可以慢慢收睇 最主要是一有新的影片 立即推送你手機面前 你不會錯過每一個市場的資訊 和每一個的教學 這條路我們一起走 一起打這個仗 我們都會有其他的 免費分享會和講座 你可以檢查連結 可以隨時報名 第一 第一這件事 基本上可能是最貼身 未必是最古怪 但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投資不是為每個人而設的 這個和我的使命 是有一點衝突 但也還有事情要做 因為大家 外面很多人都不願意學投資 或者只是聽筆指 或者是即食的文化 都還是有 但是我說一次 不是說 有些人是不可以投資的 我意思是 有些人以為 只要我肯學 什麼都學到的 但是這樣的情況 大家不知道 現在統計和心理學 那方面已經做過統計 證實了 證實了這個人的性格 是會影響你投資決定的 那是甚麼意思呢 你比較外向的人 你是會比較 因為你今天 去經過一些的情況下 是影響你今天 在投資市場 會不會 over trade 或 under trade trade 多一點 trade 少一點 是會有直接的影響的 關於來向一些人 是接受外界的資訊影響低一點 但是會令到他有機會延遲 他一些個人的模式 可能會延遲一些投資決定 所以是有好有不好 所以投資不是為每個人而設 我只是說清楚一點 因為你就算學到一些知識下 最後你還是要去看自己的心情 性格去做投資決定 這方面原來大家都不知道 甚至沒有想著落功夫 去研究自己性格 和最後投資決定的成果 是有沒有直接關係 那十大最怪的事件 有些是影響自己自身 有些還是會影響社會 有些不對不公平 還是在生存 不知大家對於剛才十大有什麼意見 希望在留言裡 聽到的意見 我們一起互動一下 下次教學再見 拜拜